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本期要分享的书是应对焦虑,副标题是,九种消除焦虑,恐惧和忧虑的简单方法。 本书共有两位作者,第一位作者是加利福尼亚焦虑症医治中心主任,焦虑问题治疗先驱,埃德蒙伯恩博士,第二位是专业心理咨询师,知名的心理治疗专家洛纳加拉诺,长期关注焦虑症的治疗,擅长利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焦虑症。 本书全面介绍了应对焦虑的各种策略和治疗方法,指导我们走出焦虑,轻松应对焦虑。 来看第一部分,焦虑的本质。焦虑是一种普遍的感受,焦虑是每一个人自我保护的最重要的能力。 人们天生就有一种焦虑感,焦虑感让我们能够活下去,但是如果这个焦虑过度严重,导致你可能连心跳都加快了。 身上出很多的汗、紧张、上不来气,或者每天为同一个事不断地产生惊恐的状态,会影响到你的生活,这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焦虑症。 所以,如果你出现了焦虑症的问题,就一定要小心地去面对和解决,因为它真的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伤害。 那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呢? 作者说你不知道为什么,也可以解决焦虑的问题。 反过来,你就算知道了为什么,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 很多人没法区分焦虑和恐惧,因为焦虑跟恐惧都是对某件事表示担心,感觉到难受,不舒服,惶恐这样的感觉。 这里的区别是什么呢? 普遍的恐惧的感受是有对象的,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感觉,这个叫做恐惧。 而焦虑是一种普遍的,无对象的感觉,就是莫名其妙的内心开始不舒服,开始坐不住,开始浑身出虚汗,难受,而且焦虑会影响到心理,行为和生理,这个是焦虑的特征。 比如,在心理层面,人焦虑起来以后,会担心自己发疯,或者有人会觉得自己要死亡了。 人们会对死亡和发疯,产生大量的恐惧,在行为方面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回避行为,很多是不敢坐,比如不敢乘电梯,不敢去人多的地方,不敢坐飞机等等。 而生理层面的变化,比如我们说的呼吸,心跳,出汗等等。 所以,如果你想要解决焦虑的问题,你必须能够从这三个层面同时出发。 既要减少它的生理反应,又能够消除它的回避行为同时改变它内心自我对话的方式。 那么普遍来讲,有七种焦虑的症状。 第一个,惊恐障碍。 特点是,突然发作,反复出现,然后差不多平均每个月至少一次,这个叫惊恐障碍。 有的人在半夜的时候突然坐起来,觉得呼吸不上来,觉得难受,心脏一直在砰砰跳,这就是典型的惊恐障碍。 第二个,广场恐惧症。 就是人多就不敢去,看到人多就难受。 在超市里不能排队,然后一到那种拥挤的地方就开始紧张,这个叫做广场恐惧症。 第三个,社交恐惧症。 比如,要去见人,跟陌生人吃饭,上台演讲等等,大量的人在上台演讲之前,就觉得自己口干舌燥,上不来气,这个叫做社交恐惧症。 第四个,特定恐惧症。 比如,有人怕蜘蛛,就是只要一谈到蜘蛛这个词,吓得浑身的毛都炸起来,那种感觉。 第五个,广泛性焦虑症。 广泛性焦虑症,就是长期的,至少六个月的时间处在焦虑的症状当中。 第六个,强迫症,不停地洗手,还有不停地检查门窗,不停地去看,门锁好了没有,锁完了回去,再拉一拉。 第七个,创伤后应激障碍,就是我们所说的PTSD。 动不动就发怒,动不动就焦虑,甚至动手差点把人杀死等等。 这是七种最主要的焦虑症的表现,每个人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倾向。 但是只要不达到焦虑症的水平和要求,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,没有让你觉得极度痛苦,那都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。 焦虑可以分成长期诱因,近期诱因还有持续的原因。 什么是长期诱因呢? 比如遗传,从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、教养,然后早期的创伤,小时候受过的伤被父母忽视,还有父母过度地批评。 比如,有的人小时候只要考第二名回家,妈妈就不给他吃饭,就觉得成绩太差了,所以没饭吃,这叫过度地批评。 再比如过度地保护,还有虐待以及父母有酗酒的问题,这些东西都叫做长期诱因。 如果我们的童年遭受过这样的创伤,或者受过这样的对待,那有可能会埋下一个焦虑的种子。 近期的环境因素,比如开着车,突然之间心脏不舒服,犯了一次高血压,这个高血压你觉得特别恐惧。 结果这件事以后,再也不能开车了,只要坐到车里就紧张气短。 这就是叫短期的突发的诱因。 焦虑持续的原因,就是有人偶尔焦虑一下,过去就过去了,但是如果长期持续下去的话,一定是跟一些原因有关。 第一个原因,肌肉紧张。就是如果你经常会出现背痛,那就是你的背部肌肉是紧张的。 如果你经常身体出现肌肉紧张的状况,你就有可能会处在焦虑当中。 第二个叫做消极的自我对话。 当你长期给自己做消极对话,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倒霉,觉得自己不可能很幸运。 很多这样消极的想法,会导致持续的焦虑下去。 第三个就是错误的信念。 什么叫错误的信念? 比如我必须出人头地,此仇不报非君子等等的想法。 这种信念可能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,也可能是来自于童年时候的教育。 长期的不运动会导致你体内的神经地质水平发生变化。 作者说,如果一个人长期吃垃圾食品,每天就是汉堡、薯条、炸鸡这么不断地吃, 他的抑郁状况出现的可能性会非常高。 最后一个使焦虑持续的原因就是不呵护自己。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工作机器,一个工作狂,每天就喜欢工作,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让自己享受一下。 我们现在搞清楚了焦虑的主要症状还有它的原因。 那么,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,如何应对焦虑呢? 我们来说说其中六个方法。 一,放松身体。 放松身体就是把肌肉放松。 渐渐是肌肉疗法的发明人雅各布森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, 他说,身体放松的时候,精神是不会焦虑的。 你不需要去应对你的精神,你只需要让你全身的肌肉,从头到脚保持放松, 这时候你的焦虑感,就会慢慢地舒缓下去。 怎么做呢? 渐进是肌肉放松需要连续收缩和放松16组肌肉群。 在不拉伤肌肉的前提下,尽量紧绷每一组肌肉群,坚持10秒后立即放松,然后放松10至20秒。 注意感受肌肉群,紧张和放松时候的不同感觉,然后再进行下一组肌肉群的放松,每天至少练习20分钟。 比如,首先做三次复视深呼吸,呼气时要慢,边呼气边想象全身的紧张感。 开始从体内流走,握紧拳头,保持7至10秒,然后松开拳头10至15秒,以同样的时间间隔,放松其他肌肉群。 双手的前臂抬起,前臂与上臂尽量靠拢,紧绷攻二头肌,保持,然后放松。 其次复视呼吸和镇定呼吸的方法。 吸气的时候要把气吸到腹部去,把手放在腹部上,吸气的时候腹部顶起来,呼气的时候,从腹部把气顶出来,然后慢慢地吐光。 你学会了腹式呼吸以后,你就能够练习镇定呼吸。 镇定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,数五个数,把腹部鼓起来,然后憋五秒,数五个数,然后慢慢地把它吐出去,最好也是五个数。 但是,有的人吐得会慢,你会发现有时候吐七个数或者吐八个数,没关系,这算一组。 然后再接着五个数,吸气,憋五秒钟,再吐出来,这就是镇定呼吸。 二,放松精神。 我们的紧张和焦虑来自于想象,就是因为你想象出来的很多事使你焦虑和紧张。 那么,怎么样去解决这些想象呢? 这个方法叫做引导式内观。 什么叫引导式内观? 就是你每天拿出一点时间来躺在那儿,不需要像放松肌肉一样,不断地去身体用尽。 调动你的想象力,你可以闭上双眼,想象自己处在某个令人心情平静的情境。 像这样在脑海中上演让人凝神静气的电影,可以大大的减轻焦虑的症状。 找一个舒服的姿势,解除掉身上的束缚,确保安静不受干扰,花一点时间让身体放松。 三,思维方式。 我们需要重新去梳理思维方式,避免产生灾难化思维。 什么叫灾难化思维? 就是如果怎么样了,该怎么办? 大量的人之所以焦虑,唯一的原因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一直延续下去。 如果这东西真的发生了,如果这个东西变得很严重,那么该怎么办? 这是灾难化思维。 比如,一坐飞机就紧张,紧张什么呢? 如果飞机掉了怎么办? 那么,怎么扭转灾难化思维? 那就是运用质疑三部曲。 质疑三部曲的第一步叫做识别扭曲思维。 把如果怎么怎么样了怎么办? 这是过去的句式,改成一个肯定句。 比如,如果飞机掉了怎么办? 那么,这时候怎么识别这个思维,把这个思维改成, 我认为飞机要掉了,这就是第一个,叫做识别扭曲思维。 第二个质疑扭曲观点的正确性。 评估这个飞机要掉了,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? 飞机掉下来的概率大概是多少? 可能很难。 所以,这是质疑扭曲观点的准确性。 第三步,用更符合现实的思维方式来取代它。 比如我小时候没上过这样的学校, 我也成长得很好。 所以,未必上不了这个学校, 这个孩子将来就完蛋, 这孩子将来就会学坏。 四,正式恐惧。 怎么正式呢? 正式恐惧所用的方法,叫做暴露疗法。 为什么暴露疗法很重要? 因为恐惧是敏感化造成的。 比如有一只老鼠跑过来了, 如果你不那么敏感, 你会觉得小老鼠好可爱, 好玩。 但如果你特别敏感, 你会挖得叫起来, 然后一下跳到沙发上不敢动。 因为你对那个老鼠特别敏感。 同样的道理, 蜘蛛、广场上的人群、 电梯、海边都一样, 当你对一个是过度敏感的时候, 你的恐惧心理就会出现。 所以,暴露疗法能够让我们减少敏感化, 它分两类, 一类叫做应对暴露, 一类叫完全暴露。 这两个在程度上是不同的, 应对暴露可以做到简单应对, 而完全暴露可以做到完全控制。 什么意思呢? 比如, 你怕坐飞机, 如果你怕坐飞机, 怕到要命。 你可以把怕坐飞机分成十级, 最高一级是从中国直接飞到美国去, 这是地球上飞得最远的地方, 这是最后一级。 然后再往前道, 你会发现我去趟机场, 这可以吧, 去趟机场这是第一级。 先在机场里边听听机场广播, 谁要登机, 感受一下机场的氛围。 接下来, 你可以办个登机牌, 但是不上飞机, 到登机口晃一圈又回来了。 买一张短途机票浪费不了多少钱, 晃一圈, 就这样很多人都出汗了。 因为他真的害怕坐飞机。 你可以尝试着带一个朋友一块儿跟着你上飞机做一个短途的飞行。 然后你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做一次飞行, 你可以尝试做一次跨国飞行, 你可以尝试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, 一直到你可以一下子飞二十多个小时。 这就是一级一级的逐级的暴露, 这个暴露的过程, 就是让你慢慢地去掉对飞行敏感的这件事的一个过程。 应对暴露是什么呢? 应对暴露就是我能做到什么程度。 就是出现了这个症状, 我是不舒服, 但是我基本能对付, 这个叫做应对暴露。 但是完全暴露就要变成已经对这事完全免疫了。 当然, 如果你觉得风险很大的话, 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案, 叫做想象暴露疗法。 就是你不需要真的去坐飞机, 但你就在那想象, 想象自己登机的感觉, 想象飞机起飞, 颠簸的那种感觉, 然后慢慢地落地这种状况, 就是想象暴露。 所以, 暴露疗法,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心理医生的辅导之下来做。 而且你最好是能够找一个同伴, 找一个能够跟你一块去应付这件事的人。 当然, 做到最后, 是需要你自己面对的, 但是之前有一个同伴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 五, 呵护自己。 呵护自己的第一个要求, 是你得给自己找空闲时间。 什么样的空闲时间是科学的? 第一个是每天一小时, 你每天有一个小时不谈工作, 不干工作, 不想工作。 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, 也不是睡觉, 除去睡觉吃饭和工作之外,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空闲的, 这是第一个要求。 第二个, 每周有一天。 你每周至少有一天是让自己放松。 然后, 每12到16周有一周, 就是基本上三到四个月, 你要给自己放一周的假。 作者说, 如果你一年没有四周的带薪假期, 那你就自己花钱去休假。 让自己三到四个月休息一周, 这样才能够保证你有足够的空闲时间。 那空闲时间做什么呢? 有三类空闲时间可以做的事。 第一类叫休息时间, 就是休息。 他说, 有人喜欢休息的时候躺在沙发上看一本书, 他觉得还是应该休息, 就连看书都未必是真的彻底地放松。 他觉得你就躺在那儿发呆是最好的, 喝茶, 发呆, 晒太阳, 这是很好的休息放松。 第二个叫消遣时间, 消遣时间就是浇花, 在外头玩, 打球这种消遣。 第三个叫关系时间。 关系时间就是拉近你和家人的关系, 你和朋友的关系, 你和宠物的关系, 这叫关系时间, 真的给你的人生带来支撑的那些情感类的关系。 另外, 要注意好睡觉。 还有白天的时候, 小气很重要, 白天你能够拿出15到25分钟睡一个小懒觉, 这时候恢复精力的状况是非常快的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呵护自己的方法是读书。 作者说, 如果你读到了一本好书, 给自己充电的感觉是非常好的。 如果读到了一本书, 给你的精神注入了力量, 你会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里边都是非常开心的。 所以, 读好书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,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 六, 即刻应对。 不要排斥或对抗你的焦虑。 你的身体出现焦虑的症状是用来保护你, 所以如果一个人, 总是想压抑自己的焦虑, 说我不要焦虑, 我讨厌焦虑。 焦虑不要来, 你好烦哦, 你不断地去抵抗这个东西, 你会变得越来越焦虑。 不要排斥它, 你要找到应对的策略, 比如深呼吸, 放松肌肉, 转换你的思维方式。 或者像自己说一些肯定的话语, 这个肯定的话语,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。 作者建议, 把它录音录下来, 录在手机里边。 因为人听自己的声音, 有时候会觉得很舒服。 比如, 我在学着放下忧虑, 每一天我控制忧虑和焦虑的能力都在提高。 我在学习如何不加重自己的忧虑, 学习选择平静, 而不是恐惧。 我在学习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想法, 我选择给自己支持对自己有益的想法。 焦虑思想出现时, 我会抽时间放松释放这些想法, 深度放松让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走出恐惧。 焦虑因虚幻的想法而起, 我可以放下这些虚幻的想法。 这就是你给自己制作的录音稿, 当你把这套东西录下来, 在你需要安抚的时候放出来听, 这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态 更加阳光健康, 让自己能够理解焦虑的来源, 让自己的肌肉能够放松, 这时候, 焦虑就能够逐渐地舒缓。 好了, 这本应对焦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见。